希望 Goto Sabi 希望他們認為 Your members iOS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兩點晚上 我是陳慧文 中反民國,110年6月10日 今天是1.4 這個 經過立法院的咨詢 我們才知道 原來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買疫苗 到底 吐賊多少次啊 我們覺得很奇怪說 像這個 印度啦 南韓啦 日本也有 AZ的代工廠 結果 今天代替人才知道原來 去年的8月 AZ本來也想找我們代工 看到這三百多條人命 也不曉得要怎麼解釋 陳時中說 有人不太喜歡這樣子 誰啊 立委怎麼不問呢 有人不太喜歡這樣子 他是什麼東西啊 當初代工不就好了嗎 你去年買BNT買不到 去年代工AZ還留局 沒有人要負責的 我就 代工就沒了 BNT也沒買到 兩個都吐出來 然後現在的疫情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台灣 一個不會執政的政府 運氣用完的就是這樣子 我們去年叫你代工你還沒 我們不是有國家隊嗎 國家隊去代工啊 我們可以弄很多口罩 沒有辦法弄很多疫苗嗎 你是在想什麼 現在就是沒有疫苗 我剛剛去參加那個哈遠儀的節目 康寧醫院的副院長 那個尹長生 尹醫師說 那個疫苗 他講的是莫德納 BNT這個 他說 不用打到一劑 劑量減半也可以 我都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要 劑量為什麼要打一半 當然尹醫師他有他的這個 他的醫學的專業 我聽起來很心酸 就是人家國外都一堆打第二劑 我們第一劑還要打一半 我想說那些死者 那些死者的家屬 真的是冤枉 所以我兩個禮拜前 就跟你講去申請國賠了 如果你不去申請就不要 我已經盡力了 你去申請國賠了 國家對不起你 那些什麼東西 政府真是爛 你想想看還有多少東西 是我們不曉得的 他都不講 民進黨的立委 也沒什麼好談的 民進黨立委專門護航 國民黨少數幾個立委 能質詢的 幫到百姓多問一下 你不講我們不知道 還說是郭正亮先爆料的 那為什麼他知道 憑什麼他先知道 我為什麼不知道 他頭髮比較少所以他先知道 鬼扯啊 很多東西在暗截 大部分媒體是啦啦隊 像蘋果電子報這種啦啦隊的 蘋果電子報他完全不中立啊 老闆被關起來啊 蘋果日報都倒了啊 電子報就每天當民進黨啦啦隊啊 這什麼媒體啊 你乾脆改名叫蘋果啦啦隊好了 綠媒就不用講了 我剛剛有秀那個圖 前天在網路正的節目有秀過 那個得標的圖啊 這實在是 簡稱叫做三明治得標啦 這是一個代號叫三明治得標 我們待會六點半還是有call in 我們節目最重要的單元就是call in 其他都不重要 國產疫苗高端今天解盲你願意打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柯文哲說至少要再撐三個月 你撐得下去嗎 這兩個題目 這兩個題目呢 你不要再打給我講說你不後悔投蔡總統 你再打來你試試看 那我是生態變得很好耶 以前我絕對給你教的 人家在人家在談生死存亡的問題的 你在跟我談你支持蔡總統 你打進來說你支持韓國瑜 我也覺得你莫名其妙 現在是這個時候嗎 每天死二十幾個 那個是他報的呢 我再講一遍 我兩個禮拜之前就講了 我不敢說我超前部署 我兩個禮拜之前 我就在前職的節目講了 我在佑政的節目也講過 我在宅宣的節目我也講過 我說那個報的那個 司法相驗跟行政現在那個數字 吼 你以為他只有本土確診 教證回歸 我跟你講連死亡他也教證回歸 你有沒有看到陳時中這幾天他都不講死亡 你心情罵你就不要說死亡 有這種人 好我們看這個高端宣布解盲成功 歷拼7月開打 今天6月10號 他說7月要他去申請這個 EUA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這個緊急的使用授權 好 那現在只做到二期的實驗 他沒有做三期 他的預定他的三期要到荷蘭去做 真的嗎 你要跑到荷蘭去做 那要不少錢 好要找好幾萬人 還給人家錢什麼的 那目前他只做到二期 那應該給他EUA嗎 好這個就是民進黨那個網路社群中心主任那個 范先生啊 出來帶風向 人家都二期就給了啊 不是只有那個范主任這樣帶風向 陳時中也配合演出啊 陳時中講話都這樣 有人不太喜歡的樣子 每天都整個國家去看得這樣 有人不太喜歡是誰不太喜歡 誰不喜歡 就要出來講啊誰不喜歡 蔡英文 賴清德 陳建仁 蘇貞昌誰不喜歡 那你的專業在哪裡咧 有人不喜歡所以我們就不幫AZ代工 AZ代工這些國產疫苗就全倒了 這樣講不是 我一句話就講完了 何必扯一大堆 AZ我們跟AZ代工國產疫苗要幹嘛 洗洗睡啊 那剛剛提到高端 他二期的時間應該給他EUA嗎 這個跟其他 像什麼輝瑞這個莫德納是不一樣的 人家是二期做完 繼續做三期 繼續做三期 在做三期的過程當中 還沒做完可是他有其中的報告 然後他去申請EUA 我們現在這高端是二期做完了 三期還沒做他就要EUA 那是不一樣的 你不要被民進黨堪去背 我就沒辦法了 好這個股市民嘴說高端疫苗可以賣國際 我剛開車差點 我差點開去撞牆壁啊 高端疫苗可以賣國際 以前說 所以股市民嘴的話 如果可以聽 啥都能吃啊 你相信我 今天在立法院 這個是賴斯堡委員 去問那個錢 你看其他各國買疫苗多少錢 都是白紙黑字的 以色列新加坡南韓 人家都是公布的 只有我們不能公布 本來我們邊的預算 一支疫苗 一支是750 台幣750 那陳時中不願意講 但是我問他說 那我們買國程疫苗是比750高 還是比750低 這種可以講的吧 陳時中扭扭扭說 對比750高 好我們來看國際疫苗賣多少錢 輝瑞在美國是19塊多了 美金啊 換算台幣我算他550 AZ比較便宜的 說5塊多那時候我算150了 我們的國產疫苗是750以上 人家BNT才550 AZ才150 我們要750以上 不行啊 這跟我們那個檢驗一樣 大陸的檢驗台幣幾百塊就結束了 我們這邊要幾千塊 然後陳時中還不要連的講說 我們的比較準 不會更小 你一樣的檢測方法 你怎麼可能比人家準 一樣的檢測方法你會比人家準 那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就是寒慢就寒慢 國力不如人都不如人 好跟你講完價錢之後 你現在快回頭去想說股市民主的那句話 高端疫苗可以賣國際 你沒有WHO的認證 你又比較貴 誰會買高端啊 你沒有WHO的認證 你沒有辦法進入那個數位的疫苗護照 然後你又賣的比較貴 誰要跟你買啊 這股市民主的話怎麼能聽啊 你比較貴又比較爛 然後你還想賣去國際 你吃比較壞 股市民主 所以 你打了國產疫苗 你不能出國 國際不承認啊 防護力不明 因為你要做到三期才有防護力 這樣二期沒有 你願意打嗎 這在我們的call in電話 我看那個 蘋果電子報 蘋果啦啦隊啊 五十幾趴願意打國產疫苗 我看的眼睛快掉下來了 五十那個不是民調 那是網路投票 特別講清楚網路投票 所以有七萬多人吃的投票 有四萬多人 超過五十趴的人 五十八趴五十九趴 願意打國產疫苗 你們真的太愛國了 請收下我的膝蓋 你真的太愛國了 我跟你講喔 真的要打疫苗的時候 你去打國產的喔 不要做俗辣喔 不要到時候又聳了 沒有啦 輝文兄那個 網路投票 隨便按一按啊 你還當真啊 台灣就是這種垃圾一大堆啊 萬人響應 三人到場 PTT就最常最 喔我們也看到 就沒有人去啊 這種齁 來我們看蔡總統昨天講話齁 安全有效是疫苗的基本條件 真的是廢話齁 廢話蔡總統就是這個 安全有效是疫苗的基本條件 講得好啊 那請問蔡總統高端疫苗有效嗎 我一句話就問倒你啦 你說安全有效是基本 我問你有效嗎 你答不出來啊 他根本沒做啊 你怎麼知道他有效還沒效 你可以說他安全啊 因為他們打了幾千人都沒有這樣 你可以說安全 那我問你是有效嗎 你打生理食鹽水是安全啊 你打生理食鹽水他沒有防護力啊 你打他幹嘛呢 這樣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第一個是安全嗎 你會打下去打下去插插 那打打幹嘛 第一個是安全嗎 第二個是有效嗎 啊你打下去你打生理食鹽水百分之百安全 問題是沒效你打那幹什麼呢 那你有辦法證明他有效嗎 他還沒有辦法證明他有效 我們幹嘛跟他買呢 你要證明你有效啊 不然我怎麼 我怎麼知道打打這個你到底是你送的 啊我是來是來買分期 來我們看這個 蔡總統提前宣布七月開打 好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 蔡總統五月就講了現在已經六月了 他說七月就開打 這個蔡總統這個宣布是非常的不應該啊 那當然他是故意的啊 他法律也不是念假的 就故意啊 哎我就先宣布開打 那蔡總統你不知道他有沒有效 那打打他幹嘛 你不知道這個疫苗有沒有效你打他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打他幹什麼 好高端是今天才解盲 所以蔡總統是未普先知 這國家會亂不是沒有原因 你的防疫工作由蔡英文跟陳時中的領導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就宣布我七月要開打 好這個總統講話的食藥署有沒有審查空間 因為他這個申請EUA啊 要經過衛福部的食藥署 食藥署的署長是誰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衛福部的部長是陳時中 部長比署長大 來我們進廣告 別的晚餐 我是陳輝文看到國防部的新聞啊 有這個國軍醫院的院長 上校 這個三顆梅花 那把這個疫苗啊 找親朋好友來打 這是犯法的耶 這要法辦的啊 這個是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罪啊 你執行公務的人你就等於是公務員啊 疫苗給你你打你的親朋好友 這不是圖利罪是什麼 這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啊 五年起跳啊 你最低要判五年啊 看這個齁 來來來來來 我們看特權打疫苗齁 台北目前已知的1285 雲林啊 這是蘇智芬立委查出來的2533 所以目前已知是3818 還不包括我講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醫院的那個 國軍醫院那個齁 全國走後門的有多少 這個生死關頭你不走後門 你要走前門嗎 前門就沒路你是怎樣 好 這類人性的考驗 如果有特權你會打疫苗嗎 對我們第三題要問一下 如果有特權你要打嗎 第一題 國產疫苗你要不要打 然後第二題你能撐三個月嗎 第三如果有特權 你要去打疫苗嗎 大概問三題 六點半 現在六點二十二分五十八秒齁 那個蔡總統說輪到你再去打 蔡總統那你要告訴我 什麼時候輪到我 這個齁 蔡總統基本上講都是廢話輪到你再去打 問題是 他們還沒輪到他們就去打了 你都沒怎麼樣啊 我為什麼要排隊呢 我排隊等死啊 這個總統真是爛 沒辦法 有錢出國打疫苗 有權插隊打疫苗 沒有錢跟沒有權的呢 插插 沒有錢出國沒有權插隊 那就插插 誰叫你沒有錢 誰叫你沒有權 人家有辦法啊 人家主上有燒香 人家就是有特權 人家就可以出國去打 人家有錢啊 人家可以插隊啊 你為什麼不去認識 國軍的那個什麼醫院的院長呢 雲林打了兩千多插隊的 為什麼沒有你呢 台北插隊 我說已知的喔 我跟你講 沒有爆出來的一定是破萬啊 光這兩個地方就三千多人 你想全國這麼大 目前疫苗已經打七十幾萬啊 你看有多少人特權去打疫苗啊 你奉公所法 你沒有錢 沒有權 你無權無事的 你就在家裡等啊 要嘛你就撐過這個疫情 要嘛你就是買單 就這樣 好運的都到時間 派運都到靈驗啊 你阿大禮拜 你運氣不好 去哪裡 去讓人傳染到 去讓人圍到 就沒辦法 沒辦法就再見了 我是不是很早以前就跟你講 我說你瞧不到病床 你要去找立委 我都公開講啊 前次說 會員你是不是叫大家走後門 對啊 我就叫你走後門啊 你你確診了 你沒病床 你不走後門 你現在阿那我我我我 我不行喔 嘿我文良公錢這樣 我要我要守法 你守法 你等病床你等啊 你要等你等我沒有逼你啊 什麼時候的 你在跟我講什麼 人義道德 喔這不行 我們不能耍特權 我們要怎樣什麼 你就要死啊 你又想那 你是對嗎 認清事實啊 有這個時候 你假自殺你也好了 你要看清楚 現在是什麼狀況 現在是你可能會死掉的狀況 那361條人命 他哪知道啊 361條人命 那是無辜的 我們的死亡率今天是3.2 3.2% 全全世界平均是2.16 我們比人家多的1%多 我們要講什麼呢 我們就是寒冷啦 人家有辦法打疫苗 你就沒辦法打 啊我我有跟你講廢話嗎 我有跟你打高空嗎 我跟你講的是要 要保住這條命 我們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沒有病床 你找立委 找議員啊 你現在這家的蛋 你是蛋啊 立委也可以打 這些特權的人 他人家就是有辦法打 你就是打不到 你看 昨天開始打莫德納 一堆醫護的人出來打 他們就是賭嘛 AZ我不打 他們早就可以打AZ AZ我跟你拚了 我就跟你拚這段時間 我不會確診 我要等莫德納他等到的 本來要等莫德納的是誰 叫做陳佩琪 柯P淫謀啊 我跟你講民進黨 開始修理柯P 我在旁邊看就好 我也輪不到我出手 我在旁邊看就好 我看民進黨怎麼修理他 看肖白較久還是六平較久 你看民進黨怎麼去修理柯P 柯P的那個衛生局長 那個是柯P的老師 許金川不是柯P的恩師 這個衛生局長才是柯P的恩師 你看台北市的一級局所長換了多少人 衛生局長從來沒換過 你看到嗎 你去看 慢慢的看 電影就有一條線 我們待會準備來開放這個call in 02-363995 控移239395 我接到天津的朋友 還有廣東的朋友 特別感謝 大陸朋友可以打 8862-2363995 8862-2363995 如果在我們台北這邊是02-2363995 歡迎大家 大陸朋友可以打 那個天津朋友我是開玩笑 你去年打 今年在打 我微信都被幹掉了 好不好 99%沒有錢沒有權的人 這個社會底層就聽天由命了 好不好 那個凱立仲 我在呼叫你了 就沒辦法 叫你出國你也沒在調 叫你插隊你也沒在調 就是每天來收聽我的節目 不然我開槓一下 最快拿到疫苗的方法 這個蔡總統跟民進黨都捨盡求援 我也就沒辦法了 如果台灣 我再講一遍 這個我們之前國藥跟莫達講 你如果有考慮要跟大陸買疫苗 我跟你講 美國跟日本都不會坐在旁邊看 這個悄悄版的balance的遊戲 蔡總統是怎麼學都學不會 是蔡總統真的不會嗎 我跟你講我們跟大陸買疫苗 對民進黨對蔡總統這個選舉 是絕對不利的 絕對不利 我們一定要跟大家講 這絕對不利 他就幫幫啊 我剛剛在哈元宜節目講 我說如果 如果兩岸和解的 民進黨執政不利 要怪誰 他就沒帶罪羔羊了 他現在什麼事情都推給大陸 你AZ不代工也是推給大陸嗎 BNT買不到也推給大陸 什麼事情都推給大陸 都是阿公的陰謀 如果兩岸和解的 民進黨就沒有帶罪羔羔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 跟大陸買疫苗 救人解封 是最快的 你期待國產疫苗 我們三個題目 我第一題 國產疫苗你願意打嗎 你能撐三個月嗎 如果特權你要不要打疫苗 來 022363995 歡迎現在打電話進來 聽到朋友 這幾天卡過 朋友沒有卡 我們要多一點朋友 那我也不要講太長的時間 多聽大家的意見 你好 哈囉你好 喂 慧文哥你好 我是新北陳小姐 來 陳小姐 國產疫苗你打嗎 不打 不打 你能撐三個月嗎 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出國打 對不起 你說怎樣 我說如果我真的有事情 需要出國 我就去出國打 你可以出國打 去香港打 或者是去哪裡打 陳小姐 香港要隔離21天 你換個地方吧 我知道啊 不就21天嗎 有比21天短了嗎 你你你上網查一下 有了 那個那個 如果有特權你要去打嗎 可以插隊的話 好 這個是實話 大白話了 好不好 謝謝陳小姐 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除了我的三個問題之外 沒有 好 大家加油 平安 謝謝你 謝謝陳小姐 我要聽實話了 我問他有沒有特權要不要打藥啊 這就是人性了 我跟你講謊話幹嘛啦 你要聽大內宣 你要轉台啊 我這裡沒有大內宣 也沒有大外宣啊 我不會幫國民黨講話 我也不會幫民進黨講話 你想的沒啊 沒有這回事 我們聽大家的這個心聲 來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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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住哪個姓你好 我台中 我姓陳 陳先生 來來來來 這個國產疫苗打不打 不打 不打 你撐得了三個月嗎 自己撐得好 撐得過去 撐得好就對了 如果有特權 你要不要去打 要 而且我要求打BNT 沒有啦 現在特權只有AZ而已 你也好了 台灣現在就沒有BNT 你 來來來 陳先生你要補充的來 欸 哇 從頭到尾 我看的就是一齣戲啦 最後 然後 他在說 可能之後那個什麼 陳之中 昨天不是講說 可能會有五成嗎 對不對 一千萬劑的五成嗎 我看 不是劑啦 一千兩千都給你啦 國產疫苗啊 高端啊 所以陳先生你意思說 最後我們都 絕大部分都是國產疫苗 就對了 我想的兒子都是這樣 他一直撐嘛 撐你的一百萬劑要幹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郭董那些都被打槍了 對啊 所以我懷疑 根本就不只有五百萬劑 最後一千兩千都給你啦 好 謝謝陳先生 謝謝你 謝謝你打掉進來 我剛剛講 我說那個 行政院長跟指揮官 講的數目都鬥不懂了 這怎麼防疫啊 我待會要去佑正的節目吐槽 他前天講的是陳時中的版本 結果昨天蘇貞昌打領陳時中 你看好笑不好笑 我們六月到底是兩百萬劑還是四百萬劑 竟然講不清楚 這個國家能幹嘛呢 來來來來 哈囉你好 來來來 哈囉你好 哈囉你好 文哥 你好你好 蔡包子 台中的蔡包子 嘿 你好 嘿 蔡包子你是久年有打過嗎 久年 沒有啊 久年你沒打過 你叫蔡包子 嘿 對啊 你之前都沒打過 有啦 我問你什麼時候打 你不是去年打 那你什麼時候打 前年打的啦 前年 講得很像我跟你很熟 你是蔡敏捷嗎 不是吧 對啦 那你為什麼叫蔡包子呢 你要叫克萊爾敏捷 我才知道是你啊 不然就叫甘肅女婿啊 你是你 嘿 來來來來 這頭 來來來 國產打不打 不要怕 我打了我怎麼回去啊 你打的 你去 我知道 你就甘肅女婿 你 那個三個月撐得下去嗎 撐不下去了 有特權要不要打 當然要打啊 那是要打 國際認證的喔 不是打 國產 國產的不用特權 國產你慢慢等就有了 國產他說7月底就開始了 來 蔡包子補充一下 來來 欸 因為現在 讓他們這樣玩下去的話 嗯 我說坦白的 我是老闆 我煩惱的是 我的工夫 他有家庭 是 那他們 我問過他 他說他也沒有辦法去拿那個補助的狀況之下 然後現在 整個 疫情的發展下去 大家最需要的就是經濟上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都沒有辦法 申請到補助 三個月 不要說三個月 兩星期有的人就撐不下去了 所以 蔡包子製你們那個紓困的都拿不到啊 我們 員工有的根本就拿不到啊 因為 因為他們之前可能就是有欠銀行錢或什麼 然後 勞健保的部分可能有的沒有辦法去申請的話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社會邊緣人 第一個 他們也拿不到那個的紓困 那你呢 你可不可以紓困 你也不能紓困 我不行啊 你這樣成立多少 我是還好 但是就是 最近的那個原物料的增長 價值 原物料漲價 漲很多啊 客戶下單 但是我們都說我只接單 但是 真正要繳獲之前的兩個禮拜 重新報價 看那時候的那個 你說原物料是包括哪些 大概是哪些 銅 金屬類啊 銅 重金屬那些 對對對 不要說銅了 連鐵啦 鐵都漲到現在 漲了30%以上了 30% 好 蔡包子謝謝你 感謝 好 拜拜 來 控制23239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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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喂 就是你 你好 你好 這是非典晚餐嗎 對對對 您住哪個貴姓 我是台北李小姐 李小姐 那個國產疫苗你打不打 我不打 你撐得了三個月嗎 撐不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全民的問題 我今天要講一下那個 有權插隊打疫苗這個問題 好 來 我覺得這個 到了荒島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大家真的很悲哀 吃肉我覺得都要忍受 那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的生命 再做一些奮鬥 那我覺得我們也不能太過苛責他們 畢竟 他們大家打了大家個人造業個人蛋 但是我覺得指揮中心不能 把這個東西用力甩鍋給說 你來大家來全民公敵 每一個都來抓說到底誰是有問題 變成大家好像現在塑造成一個全民公敵的問題 問題是 周多生少嗎 你周那麼少生那麼多 你應該要買足夠的疫苗 大家才能夠足夠來打 然後你把這個問題放到現在說 我們要按順序 我們要按照次序 問題很多東西是說不清楚的嗎 所以李小姐如果有特權可以打的話 你會去打嗎 我當然也要啊 可是李小姐如果沒有一個秩序的話 將來疫苗多的時候 那就會亂掉了 對啊 可是我的意思說現在就是不夠多 然後有權利的人就會去打 可以走後門 如果說今天有1萬塊的疫苗 就可以打 那有錢的人也可以去打啊 就是這個意思啊 那個門檻啊 好 謝謝李小姐 謝謝你 這了解講的是人性啊 如果一個自費的疫苗1萬塊 很多有些人早就打完了 沒有錢的就是叉叉 就變這樣子 來0236 3995 菲利晚餐你好 哈囉你好 嗨你好 你好 你住台 我住台北 幾歲 謝先生 謝先生來 那個國產的打不打 國產的不打 其實我AZ我也不敢打 你撐得了三個月嗎 我 嚴格來講我撐得了啦 因為其實 我現在變成運動的時間變長了 我就覺得改變生活型態而已 沒有人管你運動時間變長 我問你撐得了撐不了 你現在是怎樣 如果有特權可以插隊你要不要打 你剛不說AZ你也不要嗎 現在插隊打就是AZ啊 那我不敢 說實在AZ我也不敢 所以有特權可以打 但是AZ你就不要 那你為什麼不喜歡AZ講一下 因為AZ我覺得好像副作用蠻多 而且我有朋友打了之後 他手臂又腫了三天 然後又感冒兩天 我實在是不太敢 那你朋友為什麼可以先打 我不知道 他在臉書上他有PO 然後PO到第三天 手臂還是腫的 我就想好吧 那我先不要打 來來來 先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來 其實我也是希望疫苗早點進來 因為其實 對啊 不然搞到大家人心惶惶 大家也不太敢出去 我也想說 也不知道大家平常都在幹嘛 可是謝先生我聽你這樣講 你也像比較撐得 其實很多人撐不下去啊 我現在就變成我還是敢出去啊 那我現在唯一出去不戴口罩 時間就是在車上 還有在家裡 那就全程戴口罩 那我為什麼生活習慣改變就是說 比如說以前可以游泳嘛 現在不行了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就變成每天跑 每天去跑步 你不用再介紹你運動了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有什麼關係呢 好不好謝謝你 一直要分享你運動 我就沒有在運動的人 對不對你看那個聖志仁老師 去打球結果受傷 我都不會受傷 因為我都不運動啊 對不對 謝先生你不要再介紹你運動了好不好 你很喜歡介紹你的那個 沒關係啦 我只要問疫苗的部分 有50幾%的人說他要這個 願意打國產疫苗 我剛剛問了5個 沒有人要打國產疫苗 到底是網路投票的問題 還是我們call in的問題 沒關係 待會廣告回來 我要繼續接call in 來我們先去廣告 我是陳輝文 022363995 三個問題問大家 第一個 國產疫苗你敢不敢打 你願不願意打 第二個你能撐三個月嗎 至少三個月喔 第三個 如果特權可以插隊 你要不要去打疫苗 來哈囉你好 喂喂喂你好 嘿大哥你好 你住哪個星你好 我住上海我姓李 上海李先生 你好你好 李先生你是哪裡人 第一個問題 我是台灣人 你是台灣人在上海幹嘛 在上海工作工作 所以那我這問題問你很像都不太對啊 來來來你想講什麼來 好我只是覺得我們的政府今天做成這樣子 為什麼沒有老百姓或者是現在也黨 沒有人可以跟這個政府來稍微對抗呢 那個李先生 政府講什麼都到單全收 你要看前天的鄉民來衝康 我在那時候都講過了 李先生你打疫苗了沒 我沒有打 嘿為什麼 因為我因為這邊大陸相對安全 所以我認為不及得打 誰跟你講的 他們廣東對於不是打了一大堆 是啦是啦 對這個我不否認 你最想講什麼 你剛剛講那個我覺得 你說台灣為什麼不 你講的東西我們都知道 你講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好不好 好那沒事了 我只是想要表達一下我的想法 幫幫忙 我把機會留給其他人 我也這麼覺得 因為你講的我們都講過了 你講的我們都講過了 我們也看到這個蔡政府 我們沒辦法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都把他抓到起心路面 也沒辦法 他很耐罵 李先生你在上海 你從上海看台北你看得準嗎 每天這邊都是都是啦啦隊啊 綠媒在吹捧啊 怎麼都沒有人 我禮拜二鄉民來抽看我已經講完 你要再叫我講一遍 來你好 你好你好 我姓劉 劉先生你好 你住哪 我住細子 細子劉先生來 那個國產疫苗打不打 打 那你能撐三個月嗎 可以 那如果有特權你要插隊嗎 不 不插隊 來劉先生有什麼要補充的 有 三個問題請教你 沒有我沒有給人家問問題的 你弄錯了 劉先生 只有我問你沒有你問我 來你你還請教我啊 我答不出來我不就糗了 嘿你多聽節目吧 來你好你好 喂 霍仁哥 你好 呃我是去年那個 湖北黃石的那個老師 給你打過電話的香菇燉雞那個 還記得嗎 湖北哪一位 湖北姓徐的老師 香菇燉雞麵特別難吃的 還記得嗎 香菇燉雞麵沒有沒印象 您貴姓徐先生啊 呃對 嘿來 請說來徐先生你想講什麼 呃我現在還沒有打疫苗 我是大陸人 嘿 不是徐先生你要講快點 我沒有時間讓你慢慢講 我call in先生滿的 你你你你你 我準備那個 那個新的印度印度豬做的滅活疫苗 呃做好了以後 我在打現在是用的是武漢豬的疫苗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我們大陸這邊的基因 沒有放棄我們普通的群眾 特別是這個首都醫科大學的這個 這個王辰院士 呃他發明的這個方艙醫院 我覺得特別重要 特別是在我們湖北的疫情的這個 這個解封過程當中 或者是這個解消過程當中 特別重要 我覺得台灣這邊可能後面這些事情必須要做 要不然後面還是有很大的困難 那個徐先生方艙醫院我大概兩個禮拜就講 講講過了而且我還講錯還道歉 你你也多關注我節目吧 呃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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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還講一樣的東西 你也很好了 嗯好好好 我那時候不知道火神山講成方艙嗎 我還道歉啊 我知道我看過這個節目 我看過我只是覺得說我們 我們大陸的基因沒有放棄我們普通群眾 我覺得台灣的基因 我感覺在這一塊他們可能比較自私一點 好謝謝徐先生 謝謝你打來 那個戲子劉先生 你要問我三個問題 我連讓你提問的機會都沒有 好不好 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了 因為我問你你可以答不出來 你問我答不出來 這麼多人在看我拍誰 好不好你審審吧 好我再講一遍 我講比較不客氣點 我讓你連耍寶的機會都沒有 你可以補充你的看法 你說你有三題要問我 我連讓你發問我都不讓你問 我也不會打 好就算就算你問的我答出來 我也不會打 這樣劉先生你了解嗎 歡迎你來收聽 但是你要來耍寶 門都沒有 真的是這樣你好 你好你好 郭文哥你好 阿布拉你好來請講來 來來來我應該是我先問你來 國產打不打 AZ不打國產不打 然後撐得了三個月嗎 我是身邊很多二類人 我是七類人我可以 我問你撐了三個月 你有回答問題嗎 我可以啊 那就可以就好了 二類七類誰聽得懂啊 七類是什麼 等一下會講到相關的 你有特權你要打嗎 不打 有特權你不打 相關的是什麼來 有特權的人 就應該要還是要照那個順序來 才可以他排這個順序是有意義的 另外我想講就是 如果你說的跟最近的買不行 那當然是不行 因為他如果上海附近寫的合約 上面就會寫說 賣給中國台灣這個大家都不能接受 但是有一條路是 他有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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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怎麼 我在想 如果沒寫可以嗎 如果沒寫當然可以啊 對啊你幹嘛 我們都講前提就是沒有矮話 你都沒在聽啊 我有在聽啊 沒有矮話 你為什麼自己認為是中國台灣呢 就是如果他這樣寫 他如果沒這樣寫 那就可以買了啊 人家有開條件嗎 也沒開條件啊 好吧 那你剛講的二類七類我還是沒聽懂啊 跟二類是什麼 二類就是第二順位 廢話 第二順位是什麼 二類是第二順位 那七類就是第七順位囉 對啊 你是第七類 第七類是什麼 第七類就有警察 有公務人員啊這樣 警察公務人員是第七類 第二類是醫護人員嗎還是什麼 一線海巡一線警察 那你說你撐得了撐得了三個月 跟這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就是從事這相關的行業的 我這樣聽懂了 阿布拉所以你根本你就是軍公教嘛 是 所以你撐得了三個月 因為你這三個月你都還是得上班 即便封城你還是得上班啊 是 你以前說就好 還有還有一件事 沒有啦阿布拉我要換別人講了啦 謝謝你啦 你講那個什麼合約 那些都是技術性的問題啊 上海復興把我們寫成中國台灣 我也不要阿 我就跟你講 不要矮化的情況之下 就單純的疫苗的買賣 不是講很多次了嗎 今天大陸開條件 你要買你買 你要承認 一中原則 你就要承認這個一國兩制 沒有阿 你幹嘛往那個牛角尖去鑽呢 我是的 我是的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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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陳 我住 我住桃園 陳先生來 第一題 國產你要不要打 不打 國產不打 那你撐得了三個月嗎 我想講另外一個 陳先生你三題打完再來補充 好不好 我們大家很公平 對不起我可不可以講兩句 你不打 你不打我換別人了啦 沒關係啦 不不不因為 我問你第二題 你撐得了三個月嗎 我覺得我撐不了 撐不了三個月 如果有特權你要打嗎 有什麼 如果有特權可以插隊 你要打嗎 那這個沒有話講 我當然打囉 好來來來 陳先生來你補充來 你請說來 因為這樣子齁 我覺得這個裡面有一段 我們為什麼民進黨說9月疫苗 會到那麼多 因為8月有公投 大家都不能出門 所以公投以後就變成一個 一定死的公投 所以這裡面 他不只是不給我們打疫苗 他公投也不給我們投 我覺得這個是 在很多節目裡面 沒有被討論到的問題啊 好 陳先生你要怎麼樣補充的嗎 我只是覺得說 這種東西 我不敢講說他有陰謀 但是我覺得 這不是應該幫我們 而不是阻擋我們嗎 這是我想要講的問題 我的問題就到這裡 謝謝陳先生 陳先生公投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人都死了公投要幹嘛 沒有疫苗 然後大家每天都二三十個這樣子死亡 這樣子 誰還在管公投啊 沒有疫苗當然不能去公投 這個時候去公投 這不是去找死嗎 公投的重要性在那裡 我看不出來啊 民進黨如果照你講的是 因為要壓制公投 然後不讓我們打疫苗的話 那這個政府該死啊 可是民進黨有爛到那個地步嗎 就為了不讓你們公投 所以我就不讓你們打疫苗 所以8月的公投就延期或是取消 我想也不至於啦 我很討厭民進黨 我很討厭國民黨 但是黨有爛到那個地步嗎 這個我比較那個呢 哈囉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新北許先生 許先生來 那個國產疫苗打不打 不打不打 講錯了不好意思 講錯罰三杯了 不打 你撐得打三個月嗎 勉強可以啦 勉強可以 那個如果可以特權插隊你打不打 有特權當然打 來來來 來有沒有補充的來 補充我只有一句話 好 就這每天看陳時鐘在那邊講廢話 真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句話 信耶穌得永生 信時鐘會往生 就這樣 這句我有看過 可是沒什麼意義啊 我知道 你要跟我講的就是這句就對了 對我跟妳講是這句 謝謝許先生 謝謝 因為我爬穩 我覺得這句意義不大 就是 專門在這個 謝謝許先生 各種意見都歡迎 好不好 那個 那個我們目前是那個 戲子劉先生 他打國產疫苗 目前只有你一個人要打 你的你的答案是 我要打 我可以撐三個月 然後我不特權插隊 郭文雄我有三個問題要問你 門都沒有 不好意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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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住哪個閨西 你好 我住嘉義 我姓王 三個問題 一個國產我不打 第二個 第二個是 三個月 三個月啊 我就去多買點口罩吧 多存點酒精 對 跟他拚了 第三個特權 保證我跑第一個 你也稍等我一下 你跑第一個 沒辦法 疫苗太急了 心急啊 對 王姐那沒辦法 政府很像不是很急啊 我們急啊 謝謝你 我們急啊 好 謝謝王小姐 感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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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不是講那個高端解盲成功嗎 我們的某聽眾他訂機票 出國去打疫苗了 他昨天在YT直播講 如果解盲成功我就去訂機票 結果解盲成功了 那個想也知道成功嗎 蔡總統都這樣子的 難道會遇到紅燈嗎 我跟你講一路的綠燈啊 蔡總統都講話了他敢不讓他過 為什麼陳北哲院是不想幹的 總統都講這樣的 那我們審查什麼 你要審查什麼 你那個審查就流於刑事了 好不好 伊法州 這個一路順風 我等你回來 你自己講的啊 叫聘叫給 那個多立文啊 大明兄 我們來監督他 監督他趕快去訂機票 他昨天在我的直播講說 如果解盲成功 他就去訂機票 哈囉你好 你好 我姓周 周先生 來 國產打不打 不打 國產不打 三個月撐得下去嗎 只能撐啊 怎麼辦 不撐也不行啊 來 有特權打不打 特權當然要 誰不要 來 周先生補充一下 來 我是旅行社的人 我們是海嘯的第一排 我們還是會撐下去 但是這個政府希望有人站出來 幫我們講話 替人民發聲結束 昨天你第一排啊 你去年跟今年紓困有沒有領到 是有的 就是去年3萬 今年3萬 今年還沒有還在辦理當中 會不會領不知道 去年是3萬 是的沒錯 好 你今年 那你們這一年以來 你的你的這個業績差多少 差很多 不要說去年今年 我們講前年比較公平吧 好來 前年90分 今年9分 去年9點5分 前年90分 去年9點5 今年9分 對 好聽懂了 謝謝周先生 謝謝你打來 謝謝謝謝022363995 來菲利晚餐你好 你好 第一個 您住哪貴姓你好 台北老榮民 老榮民啊 對 來來來 那個國產打不打 不打 那三個月撐得下去嗎 可以啊 可以撐下去 對 因為我是榮民 OK 那那個特權可以先打你打嗎 我不打 嘿 我是守法的人 守法的人 好 那有沒有補充的來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天天在家裡發醜 嘿 醜這個這些 妖魔鬼怪的一些人 什麼時候才會下去 唉 我不說 讓別人說 他們下去之前我們要先活下來 好不好 我們大家要保重 謝謝你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加油 好大家加油 這個防疫的工作千萬 發洩是一回事 但是自己的防疫工作 一定要做好 來你好 喂你好 是您住哪貴姓你好 新北三八兄弟 三 好 我們那天不是在烤鴨店遇過 對啊 好好好 嘿 第一題不打 不打 來 第二題是 三個月 應該勉強可以 勉強撐一下 嘿 來那個第三題 特權你打不打 有特權的話 我可不可以止境 我要打莫德納 這沒有莫德納 有耶 不是還有 現在有莫德納的 已經開打了 你比較聰明 新竹的院長 你說的那個 國軍那個 院院長就是給人家打莫德納 昨天才發他就打了 對啊 被打扮的那個 你剛剛有講的那個 被拔掉那個 對啊 他打的是莫德納 沒以前說的 沒以前說的 我也去他笑一下 謝謝 三八兄弟實驗到了 謝謝你 感謝 三八兄弟 我上次買烤鴨還遇到 那個老朋友 謝謝大家 我們明天見 拜拜 等等 我們說我 喊